哈喽各位家长们大家好 我是U宝贝黄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课题 是如何陪伴幼儿园的孩子写作业 所以今天我是想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如何陪伴我们的孩子 教导他们在家里做功课 需要准备一个舒适 没有干扰的环境给他 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最好不要有电视 电话 或者是很多玩具 这样子会让他们更不专心 如果那个空间是还有其他家人 其他家人也尽量不要玩手机 再来就是这个文具 好 文具 一个笔盒 我们的笔盒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拉链笔盒 然后两支这个三角笔 还有一块交叉 就这样子就够了 我们不要准备要太花俏的文具给他们 因为会让他们不专心的 再来桌面 这个桌面上也就是要整齐干净的 就是不要放一些会吸引他 会好像玩具之类的这些 因为幼儿是很容易被影响 被吸引的 然后使得集中力是转战的 幼儿在上课之前我们可以做一些小活动 这个就是运动 就是这个本体学 本体学的运动会让他们稳定情绪 然后他们也吃上了一些这个能量 所以在上课的时候呢 运动过后的时候呢 他们的集中力就会比较 就会比较集中 第三很重要的点就是饮食 因为这饮食啊 小朋友的饮食呢 是很重要的 如果他们吃太多这些糖分的东西 这些糖分过高的话 会引起孩子很兴奋 很亢奋 当他这个这个身材指数升高的时候 那么当这个糖数降低的时候 他们就会感到肥肺 然后就很专心 饮食和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 都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一个孩子呢 他是过敏体育 或者是他体育比较弱的话 很容易生病 当然睡眠跟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孩子如果他是睡眠不好 他休息不好的话呢 也是会影响到他伤客和学习的数据 和他专注专注的一个数字 那么当然睡 睡呢不是睡多就好哦 我们要孩子 要确保孩子睡好 睡足 好所谓的睡好呢 就是因为有些小朋友 他会有鼻塞之类的 他是有睡 而且他睡很多 可是他睡眠的品质是很差的 他就可能一直呃呃叫啊 一直发梦啊 其实这些都是睡不好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就是睡不足 就是睡不够 可能晚上会玩手机 你看看电视看到很晚 而造成呢 他就是很晚睡 然后可能呃 很早起或者很晚起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不良睡眠 大家加油哦 拜拜 拜拜